据传周一8月19日晚 在四川成都双流区西航港法治文化广场 有城管殴打摊贩 警察也到场抓人 城管和警察的恶行引发上千民众抗议 网传多条视频显示 有一人倒在地上 有两三人为其扇扇子 视频发布者介绍说 倒地者是被城管殴打倒地的摊贩 还有视频显示 一男子左手戴着手铐 站在车顶上挥着手臂说话 旁边聚集了大量民众 其间有大批警察在围城人墙 将该车与民众隔开 视频发布者介绍说 摊贩号召民众团结讨色号 据称视频拍摄时间是8月19日晚上9点许 据称在民众的抗争下 警察释放了被抓的小贩 随后被释放的小贩跳上警车顶部 挥舞着戴手铐的手臂 抗议城管恶行 小贩的举动赢得市民欢呼 示威行动一直持续到夜里10点左右 直到警察将受伤小贩送医院救治 市民才逐渐散去 收集团台站上许 的流氓 发布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